你就會知道說賴品魚為什麼最後他先會把手舉起來 因為你知道女性他是有胸部的 然後很容易就會被觸碰到 尤其他督了這麼多支麥克風 我不曉得他的麥克風或他的手一定可能會去碰到 其實每一個女性 你不管今天是不是記者採訪 你在菜市場裡面走很多知者或什麼會藉由這個事情 然後伸出他的弦豬手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也是都很沒辦法 只能智慧就是這樣子 但我也曾經在這個過程 他當然不是追訪我 可能是為了追訪某個市長候選人或誰 我也有跌倒過這個經驗 那當然我覺得這都不是大家所見的賴品魚 他根本自己就不想要跌倒 他也不想要因為他跌倒這件事情 好像大家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這整件事情其實就是為了選舉的攻防 想要保溫醜化賴品魚 持續看看可不可以影響到賴情的 嗯哼